但我發現我做完手術之後不知道是不是荷爾蒙 也不知道是不是手勢的關係 我覺得我手術之後更在乎身心合一的感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蕭金子 蕭金子 耶 今天呢 相信大家看到標題就知道我要講什麼啦 那其實這類問題呢 就是 在很多我的影片不管是不是關於跨性別 比如說我去韓國的Vlog的影片 下面也都會有人留這些疑問提出這些問題 那我其實覺得蠻無解的 就是為什麼要在一些不相干的影片上面 留言一些關於跨性別的問題 所以我蠻困擾的 好啦 總之呢 就是因為大家有很多這類的問題 那其實很多問題呢 上網找就可以找得到的 基本上來說 大家是不需要對跨性別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真的上網找都找得到 就是 Everywhere 所以呢 我想講的是我個人的經驗為主 因為這樣比較有建設性嘛 也比較實際 比較是那種 100% 完全完完全全的個人經驗 所以今天的主題就是呢 關於我對於呢 變性人呢 做完變性手術 到底會不會有感覺 沒有知覺 沒有高潮 甚至能不能透過性行為達到 嗯 性興奮啊 就是達到最後 達到高潮呢 那我答案很簡單 其實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 那相信大家也在很多 譬如說 可能小Ella接受訪談之類啊 都 已經聽她講過了 就是可以 但是呢 有一個但書 我覺得 在我做手術前跟做手術後 這兩種高潮的感覺是 我覺得是非常的不一樣的 嗯 我並不會說 我覺得哪個比較好 哪個比較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那如果你問我說我自己比較喜歡哪一種的話 我當然是會跟你說 我比較滿意就是我做完手術後 之後的感覺 因為我是覺得說 我要跟大家承認就是說 我在沒有做手術之前 是沒有跟任何人發生過性行為的 就是說我沒有用我的男生的性器官 去跟別人發生性關係 而且我自己呢 我也不喜歡 也不想要用我男生的性器官 去跟別人發生關係 所以就是有點厭惡吧 就是厭惡用男生的性器官去 嗯 可能脫下褲子 給別的人看到我男生的性器官 就是我本身是很排斥 就有點厭惡這件事情 BUT BUT 我必須要承認就是呢 嗯 就是 就是還是有用男生的性器官 驚喜過DIY的經驗 所以 所以我也知道就是 嗯 用男生的性器官如果興奮的話 大概是什麼感覺 怎麼講起來好像很害羞 但就是呢 沒關係就是 跟大家承認 好 所以呢 所以我想要比較一下就是 男生在DIY跟做完手術DIY 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 訂閱 我覺得呢 在用男生的性器官進行DIY的時候呢 是一種 不知道很像是一種例行公式 然後就是 喔 你就是那個性自來耶 然後巴巴巴 然後隨便好像 隨便呢看個片啊 看個什麼 弄什麼然後巴巴巴巴巴 然後弄大概三五分鐘 然後就喔 就結束 就這樣啊開心結束 但我發現我做完手術之後 不知道是不是 荷蒙 也不知道是不是 手勢的關係 我覺得我手術之後 更在乎 身心合一的感覺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沒有辦法 再像之前那樣子 就是喔 感覺來了 就是巴巴巴巴 隨便隨便 這邊弄一弄那邊弄一弄 然後看個片就結束 我發現我沒有辦法 就是呢 我發現我手術完之後 我必須要很專心 非常專心 就是我要 那個 發揮我的想像力啊 跟一些視覺的刺激 然後呢 就是跟一些 各方的刺激 然後就是我 非常要 非常非常的focus 在這件事情 所以 當我達到那個 頂點的時候呢 我覺得是一種 身心靈的滿足 就是各方面都達到一個 就是昇華的階段 比較不像那種 喔 男生這樣 隨便弄一弄 叩叩叩叩叩出來 然後 然後很空虛這樣 聖人模式這樣 我覺得 比較不像是這種 對 那有些人就很好奇說 欸 就是 做完手術啊 然後那根都切掉了 怎麼會有感覺呢 那其實就是 手術並不是把整根都切掉 就是我之前也在我的 跟大家一起看 手術影片中 那個影片有講到過 就是說 手術呢 它會把 就是其實會讓你 達到高潮的神經 在龜頭啊 然後 甚至連那個 包皮裡面那個 尿道黏膜 就是 你有很多地方 都是擁有這個 高潮的神經的 所以不只 只有龜頭 所以呢 醫生把那些東西 保留下來 他並不是把整根都切掉 他是把那些東西 保留下來 然後做成新的 陰道的外觀 所以其實 那些東西都是 還在那邊的 所以當然 還是會有以前的感覺 就是 興奮的感覺 對 不然如果完全都沒有 興奮的感覺的話 想要去做 對 但是我必須承 就是呢 如果你是非常 就是追求 那種高潮的感覺 其實要跟男生完全 一模一樣的話 就是非常刺激 然後非常快就可以完成的話 我覺得 那就不要做 因為 我覺得 手術確實是會 會降低一些敏感度 就是 你沒有辦法 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 隨隨便便弄一弄 就可以很敏感 然後 很開心這樣 但是 但是呢 我自己 上網做功課 跟詢問我旁邊一些女性 有人的意見 我是覺得說 我生理女性 就是 本來就是出生就是女性的人 就 在 跟男生 歡樂這個過程 也是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有很多人 就是沒有辦法真正的高潮 就是 就是不是因為做了變性手術的錯 就是本來生理女性就是會 也有這個 需要去自我探索 需要去就是跟你知道跟partner 摸索的這個過程 所以呢 我覺得還是鼓勵大家 不管有沒有做手術啊 不管你是不是跨性別 都要去就是自我摸索 就了解自己的身體 就是你要怎麼知道 可以讓你的身體開心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那我就只是提供給大家一個資訊說 就是 做完手術之後 還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樣 透過就探索自己的方法 或是跟別人一起探索自己 也是可以達到開心 幸福的感覺 對 喔然後我沒有提到就是 對今天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的背景變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是我現在用相機嘛 然後我就很想要拍出那種 景深的高級的感覺 可是我想說一直沒有辦法 我想說是不是因為我的背景太空 就是白白的一片 然後相機又放很遠 所以才沒有那種景深高級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就加了一個 我的海報 我這邊是一集的海報 然後這邊是老王樂隊的海報 然後上面還有親筆千米 然後這邊是我的窗臉 對 我剛剛看了一下Monitor 應該是有比較有景深的感覺 所以然後背景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空 然後這裡這隻海龜 我的彩虹龜 還是一樣在這裡 對 好啦 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這為止啦 然後呢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然後 也可以在留言下面問我 但呢 就是呢 問問題就是一定要有禮貌 然後呢 不能用一些歧視性 侮辱性的 對 你想要問別的問題 就是你要 有禮貌的問嘛 對 不管你是問什麼樣的問題 有沒有關於跨性別也好 我們就是要當一個有禮貌的小孩 對 好啦 那喜歡我後來呢 也別忘記要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呢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讚 耶 然後也別忘記要去追蹤我的IG IG IG 好啦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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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